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从小就知道有圣诞节 因为圣诞节有很多节目教会里面 我从小就知道有复活节 复活节还有红色的蛋可以吃 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五旬节 一直到我读神学院了我才知道 有什么 有一个节叫做五旬节 五旬节又叫做圣灵降临节 我过去一直以为 基督教的三大节日是 圣诞节 复活节和感恩节 后来还知道感恩节的确跟信仰有点关系 但是其实它不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今天各位每一位的第一期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 最重要的三大节期 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三大节期 第一是什么节 第一个是圣诞节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 道成肉身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节日 那第二个节日是什么节 复活节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三十三年 然后我们死在施加上 但是三天之后他从死里 复活升天离开了 回到天上去了 所以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受死 复活的这个节日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拆派圣灵保回时 再来到降临的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叫做五旬节 又叫做圣灵降临节 所以是纪念圣灵 为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节日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叫做按应许而来的圣灵 跟我一起说 按应许而来的圣灵 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来是因为有什么 有应许 是什么样的应许 好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一起来念 来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回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禅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不好 我们再读一遍 读得慢一点点好不好 来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回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禅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圣灵今天是纪念你为我们 降临的日子 求圣灵再次 今天在这个会场当中 自由地运行 也越过你的仆人 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开我们灵里的眼睛 让我们更认识你 让我们真认识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奋主的名祈求 阿们 各位知道这段经文 有多少人 以前读过这段经文 有很多人 大家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耶稣是什么时候 讲的这段话的 No 不是复活 这段经文是 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前 预约节那天晚上 他为门徒们 跟门徒们一起吃预约节的晚餐 为门徒们洗脚 颁布告诉门徒 我颁布一条新命令给你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 讲完了以后 耶稣跟他说 跟他门徒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你们了 你们很快就看不见我了 耶稣语言 他马上要上十字架 要被钉死了 你知道门徒们一听完就怎么样 圣经说门徒们一听完就 忧愁起来 就忧愁起来 因为过去耶稣在门徒身边的时候 门徒有什么事情 他们都找什么 都找耶稣 有什么问题不懂 问谁 问耶稣 赶跪赶不出去找谁 找耶稣 对不对 在床上遇到粪烂找谁 找耶稣 然后文士法利塞人攻击门徒们 说你们为什么不守安息 你们为什么可以在田里的麦穗茨 谁替他们去挡子弹 耶稣替他们挡子弹 耶稣替他们出来说话 对不对 所以 耶稣的时候在上头 是他们门徒们最好的帮助者 门徒们一听说 耶稣说 他要离开他们去了 门徒们就心里不安 就开始忧愁 比勒说你去哪里 我跟你一起去 然后多玛说 那些主啊 你把你去的路子给我看 菲律说 主啊 你把父先给我们看 耶稣看到门徒们的不安 看到门徒们的忧愁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不需要忧愁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慧师 就是什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耶稣说 我跟你们同在 三年多的时间 对不对 他说我今天我要离开你们 但是有一位保慧师来 他要永远和你们同在 就是什么 真理的圣灵 但是耶稣讲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真理的圣灵 乃是世人 一般的人 他不接受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看不见他 所以很多人怎么样 不认识他 但是耶稣说 你们却要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 这段圣经被称为 耶稣应许门徒们 赐下圣灵的那个应许 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保慧师 圣灵保慧师要参与门徒同在 住在门路的里面 门徒要来 认识他 认识这位圣灵保慧师 我不知道 你认识这位圣灵保慧师吗 你认识圣灵吗 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认识是怎么样 不熟 认识但是不太熟 对不对 有人说完全不认识 有人认识不太熟 有人认识还蛮熟的 各位你知道 我刚才讲过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到教会 我从小就知道 有位天父上帝爱我 有什么做肚子痛啊 要考试啊 都要来 就上分掉 祷告对不对 我从小也知道 有位耶稣爱我 为我死在私家上 但是你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有一位圣灵 今天很多人对圣灵 第一个 对今天很多人 对圣灵的认识叫做无知 你知道什么叫无知 不认识圣灵 因为很多教会 没有传讲 关于圣灵的真理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讲 或者是不敢讲 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对圣灵 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上帝 只知道有耶稣 却不知道有圣灵 第二个 第二类 第二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很多人不敢讲 因为有一类的人 他们渴慕圣灵 追求圣灵 但是他们却走到一个 极端去了 他们追求圣灵 充满的时候的 那些外在的现象 你知道 所有的灵 灵媒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或者充满一个人 掌管一个人的时候 人就会有一些 圣灵上的反应 你知道吗 你如果从台湾来 听见就很清楚 当那些灵媒 当那些鸡童 当那些邪灵 上升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什么样 各种各样的表现 它的嘴说话会不一样 它的动作会不一样 它可以踩在火上面 不会烫 有很多特意的这些现象发生 今天很多人追求这种 灵界的这种神秘的现象 也发生在圣灵的身上 他们追求这种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 这种外在的这种表现 圣灵充满会不会有一些 外在的表现 会 一定会 但是今天这些人却过分地追求 认为说这就是圣灵出马 一定要像被垫垫了一下 一定会在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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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说翻言 一定会躺躺躺在地上 他追求这些东西 甚至呢 为了追求这些东西 他们 人为的来制造这些 所谓的圣灵的工作 甚至反冒伪造圣灵的工作 我不知道你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以前去参加 我也很可恶圣灵 我也很可恶圣灵 我以前去参加 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圣灵 后来我读圣灵我就知道有圣灵 我就很可恶圣灵 因为我知道圣灵很重要 所以我去参加很多这种 这种灵恩的这种特会 有一次我就参加那个特会 特会上面 前面都还不错 就后面的时候就开始 就开始说要服侍人 有点圣灵充满 结果呢 很奇怪哦 全场三四十个人 圣灵充满都倒过来 一个个都倒下去 一个个都倒下去 结果全场到最后 只剩下一个人没倒下去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观星牧师 我心里想奇怪 怎么大家都倒下去 就我没有倒下去 是不是我特别不属灵 还是我有什么问题 结果服侍我那个人 他看到我没有倒下去 结果他叫了旁边的人来 结果全场都倒下去 所有的同工就围着我 大家就一起为我祷告 要我倒下去 然后还拿着手推我 你知道吗 推我的头下 推我 他推我一下我就 然后推一下 推我一下 结果住了很久 我就是不会倒 但是他们也不犯 他们就吹了就围着我 你知道围着我 大概也围着十几分钟 你知道吗 后来我心里想说糟糕了 这个 这个要不倒下去了 这个围着我不会结束了 怎么办呢 他不会结束了 他一直围着我 所以我看见我 好 那是会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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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倒下去 我一倒下去 他们哇 好高兴 哦 这个倒了 就散了 他们就散了 然后你知道吗 我倒下去 我旁边有个弟兄 他看到我倒下去 他就笑 他说你也倒下来 你也撑不住了 原来他跟我 也是夹倒下去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要不要 我讲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圣灵 存满的时候 没有这些现象 圣灵存满会有一些 现象发生 但是不要把这些 盲目地追求这些东西 甚至去伪造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 很多教会现在很怕 就是因为有人滥用 或者是反冒圣灵的工作 带来很多的麻烦 带来很多的这种 不好的观感 我就很知道啊 带来很多不好的观感 虽然很多教会 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他把圣灵当成洪水门寿 他从来不敢讲圣灵 一讲到圣灵 你去灵魂派 不要 这是另外一个什么 极端 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 到另外一个极端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 回到圣经里面 来看圣经里面 怎么讲圣灵 圣经里面 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说他要允许我们 要赐给我们 为什么 保惠师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忽略他 不能够 不能够 把头 像鸵鸟一样 把头弹在头里面 假装没有他 不行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 照着圣经来认识这位 圣灵 阿们 认识圣灵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认识圣灵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神 是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 跟我一起说 圣灵是神 是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 一位 马太福音28章 一起来念 来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 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哥林的后说 13章14节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同在 看到没有 这里圣经讲到 圣灵的时候 他把圣灵跟谁放在一起 跟圣父 跟圣子是放在一起的 圣经里面虽然没有 三位一体这个字 但是从圣灵里面 很多经过里面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敬拜的这位上帝 是圣父 圣子 圣灵的神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来讲 什么叫做三位一体 但是从这些经过里面 很清楚地看到 圣子的地位 是跟圣父跟圣 圣灵的地位 是跟圣父跟圣子 怎么样 摆在一起的 所以圣灵是神 是三位一体中的 一位 他跟圣父跟圣子 是同志 同权 同荣 同尊 跟我一起说 同志 同权 同荣 同尊 什么叫做同志 他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神 神是个灵 他也是个灵 他的本质是一样的 第二个 同权 什么意思 圣父能够做的 圣父 圣子他们有同样的权柄 有同样的能力 第三 他们有同样的荣耀 第四 他们配得我们同样的来 敬拜 来尊荣 叫做同志 同权 同荣 同尊 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在起初 创世纪的第一章 起初 创造万物的时候 圣经说 神的灵 地是 月面黑暗 空虚混沌 但是这个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神的灵运行在 水面上 万物就因此受造 各位 我们讲过 我们今天敬拜的 这位上帝 是一位什么上帝 我们今天今天不是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说什么很灵的一个 一个偶像 我们今天不是讲灵不灵 我们今天敬拜的 这位上帝 是创造 宇宙万有的那位上帝 是宇宙万有的 那个猿猴的那位 我们所敬拜的是 创造宇宙万有的 那个猿猴 而圣灵就是 创造宇宙万有的 那一位 神的灵运行在 水面上 到了 启示录 启示录是圣经的 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里面 圣灵有没有工作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圣灵对七个教会 说话 说圣灵所说的话 有耳听的就应当 听到 启示录的22章 最后圣灵说 圣灵与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所以你去读圣经 你会看到说 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 都充满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是 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 那位上帝 他跟圣父圣经 神是三位一体的 明白这个意思 第一 圣灵是神 第二 圣灵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圣灵跟我们 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那就是圣灵是 宝慧师 是我们的 帮助者 刚才耶稣说 我要求夫夫 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什么 宝慧师 对不对 宝慧师 宝慧师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 叫做 Para Kletos 它有一个编号 你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讲过 圣经是神话 还是神的话 我们说过 圣经是 人类历史上 最准确的一本书 因为它的每一个字 都有什么 都有编号 你记不记得吗 都有个strong number 都有编号 它每一个字是有编号的 所以你看 这里呢 宝慧师这个字 叫Para Kletos 希腊文 它这个编号就是G G代表希腊文 Greek 3875 它是3875号 它是这个字 然后在 约翰一书里面 这个字呢 在整本圣经里面 总共只出现过五次 只出现过五次 用在两个人的身上 一个是用在 耶稣的身上 一个是用在 圣灵的身上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来 一节来念 来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 中宝就是那 义者 耶稣基督 这里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 Para Kletos 有一位中宝 这个中宝就是什么 耶稣 所以 中宝这个字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也就是 Para Kletos 也就是 宝慧师的意思 也可以翻译成中宝 所以 谁是我们的宝慧师 耶稣是我们的宝慧师 对不对 那但是呢 约翰福音14章16节 到17节里面 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他说 我要求父 父就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Para Kletos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宝慧师 嘿 所以就是什么 真理的 圣灵 所以圣灵是另外一位 宝慧师 各位 今天我们有几位宝慧师 几位 两位宝慧师 耶稣是我们的 中宝是我们的 宝慧师 圣灵也是我们的 中宝也是我们的 宝慧师 圣灵师来 帮助我们的 代替耶稣的角色来 帮助我们的 这是耶稣给门徒们应许 门徒们很忧愁 我刚才讲过 门徒们很忧愁的时候 耶稣说 没问题 我走了 我会派另外一位 宝慧师来 来帮助你们 因为耶稣知道 门徒们的需要 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预言说 圣灵要来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最少三次预言圣灵要来 好 我们一起来念 在约翰福音 七章十三十九节 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信他之人要受 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段圣经是 耶稣刚刚开始出来 服侍的时候 他有一次到 耶路撒冷去过住盆节 耶稣站在高处说 人若可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 然后圣经说 耶稣讲这个话 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受什么 圣灵说的 只是那个时候 耶稣还在地上 圣灵还没有 还没有降下来 然后呢 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 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说 对不对 耶稣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慧师叫他永远与你们 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是耶稣 马上要上十日价前 耶稣在地上服侍 到了终点末期的时候 马上要上十日价前 他再一次预言圣灵什么 要来 对不对 要赐下圣灵 而在使徒行传 一章四道五节 一起来念 来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 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 圣灵的洗 耶稣再一次 这是耶稣怎么着 你知道吗 耶稣复活以后 四十天显现给门徒干 他马上就要离开了 他跟门徒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曾经听见我 说过 我跟你们讲了好几次 圣灵要来啊 门徒们当时 其实门徒们的手是 有听没有什么 没有动你知道吗 耶稣你们要在这等 等候圣灵 圣灵来了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圣经里面 耶稣最少三次 预言 圣灵应许 圣灵要来 重要的事情讲几次 你知道吗 讲三次 对不对 如果你去看圣经 耶稣预言自己 要上十字架 讲了几次 预言了几次 三次 耶稣三次预言自己 要上十字架 耶稣三次预言自己 要复活 耶稣有三次预言 圣灵要应许说 要赐下圣灵来 结果圣灵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 有 有 好 一起来看 对不起 好 十路径庄二章一到四节 一起来念 来 五旬节到了 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段圣经是在十路径庄 第二章记载了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五旬节 五旬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五旬节也是 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 以色列人从各地 包括从罗马各地 来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 那天早晨在马可楼上面 有许多人在那里聚集 这个时候突然怎么样 天上有 有响声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那个 房子 然后人就看见有火焰 如同舌头掉在 门徒们的 落在门徒们的 身上 门徒们就开始 照着圣灵的口 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如果我们去读十路径庄第二章 当时在这个现场 有十几个国家来的 不同的人 他们讲不同的语言 但是当时圣灵们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用 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 讲述神的大作为 门徒们原来讲希伯来话 但是他们用罗马话 用希腊话 用埃及的话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话 来讲述神的大作为 以至于 那些人听了以后 就全部都 那天信主的有三千人 教会就从那天开始建立起来 门徒们从那天开始改变了 过去门徒们也很怕死 一看到耶稣被钉尸 他们全跑光了 那从那天开始 门徒们开始 完全地被改变了 这一天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那天也是教会 真正开始建立的日子 那天也是门徒们生命改变的日子 那天就是五旬 两千年的五旬节 圣灵降临节 阿们 我们再明白讲这个意思 今天圣灵在哪里 各位 今天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 各位 三位一体神 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曾经是第二位耶稣基督 圣子耶稣基督 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在两千年前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个婴孩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圣灵节 这是圣灵节 圣灵节 耶稣诞生是人类历史上 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 就跟珍珠港事件一样 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 一个历史事件 各位 耶稣 耶稣诞生的时候 是在两千多年前 今天我们说公元2023年 是怎么推来的 就从耶稣那年算起 202223年前 耶稣诞生在哪里 诞生在今天以色列的 伯利恒 今天你去那个地方 有看到伯利恒 他诞生在伯利恒的一个什么 客店里面 耶稣诞生的时候 那天现场有谁 现场有谁在那里 参与那个事件 有玛利亚跟约瑟 对不对 还有一群牧羊人 牧羊人在旷野 对不对 看到天使向他们显现 天上有荣光照耀 然后天使在那里唱歌 他们就来到 就跟着 听了天使以后 听了天使的报告以后 他们就到客店里面 找到耶稣 这是真实历史上 发生的一件事件 而今天圣灵降临 也是一样 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将近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诞生后 三十三年 他受死 对不对 他复活 圣灵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年 2023 减去 减去三十三年是多少年 一千九百九十年 圣灵降临是 距离今天一千九百九十年前 各位 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什么地方 在一座楼上面 那座楼叫做马可楼 但是有谁在那里 但是有一群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还有一群从世界各地来的 来朝圣的 来共舞群结的 各地的各地的犹太人 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天上有响声 舌头如火焰 落在门徒们的身上 各位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圣灵降临跟耶稣诞生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次性 普世性的历史事件 跟我一起说 是一次性 普世性的历史事件 耶稣诞生只有一次 降生只有一次 对不对 圣灵降临也只有一次 而且耶稣是为谁来的 是为全人类来的 所以祂是普世性的事件 圣灵是为谁来的 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来的 所以是一个普世性的 它是一个历史事件 什么意思 它真真实实在历史上的 某一个年代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地点 真实地发生过 而今天圣灵降临 今天圣灵降临以后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离开 各位圣灵在哪里 圣灵不是在天上 圣灵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我们这些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面 耶稣基督来 是要使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的得救恩 可以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流血 我们可以得着救恩 成为基督徒 而圣灵来 是要帮助我们这些人 可以认识耶稣 可以活出一个得胜荣耀的 基督徒的生活来 这是神差遣圣灵降临的意义 各位 你知道上帝何等爱我们 何等愿意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 在天上高高的上帝 在救援的时候 他说 神的战墓要在人间 他要大一个战墓 他要大一个圣殿 我要与人同在 天和天上的天不足我居住 但是我要与人同在 在新约开始的时候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耶稣基督 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 与人同在 33年的时间 耶稣复活圣殿以后 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今天与我们同在 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位上帝 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帝的 一位上帝 他是一位愿意与我们 同在的上帝 而圣灵来 成为我们的搬助者 圣灵来成为我们的搬助者 那么圣灵要搬助我们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经历到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 你有没有经历到圣灵来 住在我们那边 成为我们的搬助者 成为我们的保费师 你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吗 你有经历过 这是一个事实 你有经历过这个事实吗 今天我要跟大家 从圣经里面来看 圣灵来 祂最少在十二个方面 十二件事情上 十二个方面来搬助我们 多少个方面 跟我说十二个方面 十二个方面 十二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 圣灵是怎么样帮助我们 第一件事情 圣灵重生我们 使我们成为 神的女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 一起来念 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也没有人说 耶稣是主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 是帮助我们什么 重生我们 让我们可以承认 耶稣是 是主 提多书三章五节 一起来念 来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我们 自己所行的 乃是照着 他的怜悯 借着 重生的喜和 圣灵的 更新 各位 我不知道今天 你自己 你觉得你相信耶稣 是怎么样一回事 是你选择 很多人说 我相信耶稣 是因为我比较了 所有的宗教 我觉得才是基督教 还不错 所以我选择相信耶稣 是这样吗 不是 各位 今天 能够相信耶稣 实在是上帝的一个 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今天 保罗在世上 他讲了一句话 他在哥林多教会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我们讲的却是 定十字架的耶稣 定十字架的耶稣 这个道理 这十字架的道理 在世人看回是什么 是愚拙的 各位 你会相信一个 什么样的上帝 今天很多人 为什么相信 什么 这个菩萨 因为他很怎么样 他很有能力 但是圣经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个被人 剥光了衣服 定在十字架上 受死的耶稣 耶稣跟我说 你要跟我一样 你会愿意相信 这样一位上帝吗 各位 今天如果我们会相信 这样一位上帝 是因为圣灵 在我们里面做了 更新改变的工作 我不知道明白 我讲这个意思 过去我们 很多人跟我们说 今天你还相信上帝 这都是那些 没有文化的人 需要精神拐杖的人 才相信上帝 很多人都这样想 为什么我会相信上帝 因为圣灵在往里面 做了改变的工作 过去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现在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过去我觉得 我不要耶稣 不需要耶稣 什么事情 靠我自己努力就好了 现在我知道说 我是有限的 我需要依靠上帝 过去我觉得 永远出了事情 永远都是别人的 错 我永远都是对的 现在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因为圣灵的工作 各位 今天我们能够 从心里头降服在 神的话语面前 相信上帝讲的这些话 都是对的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今天很多人会相信说 今天很多人相信 要好好管理钱财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人的本能会讲的 但是今天基督徒相信说 我们的钱财 都是上帝给什么 给我们的 那钱明明是我做的 为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 你会相信这件事情 是圣灵的工作 你会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 各位 这就是叫做重生 圣灵在我们里面 做了个更新和改变的工作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一起来念 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各位 你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女吗 你真的相信一位天父 他爱你 他创造你 他爱你就像你的父亲 肉身的父亲 肉身的母亲 爱你一样 你相信吗 如果你心里 从真理成有一个确据 有一个相信 这是谁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帮助我们来 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 重生的就成为神的儿女 第二 圣灵不仅更新我们 圣灵还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圣灵还内住在 我们的里面 随时随处地 陪伴我们 刚才我们讲了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的时候 说你们要认识神 因为圣灵 参与你们怎么样 参与你们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 你看 你看我刚才看到 Ember跟Bill 他们两个就紧紧地 手牵在一起 他们两个就 彼此地陪伴彼此 各位 各位 这个就叫做陪伴 各位 今天一定要记住 圣灵来的 还有很重要的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成为我们 随时随助的 陪伴者 你无论走到哪里 圣灵都会与你 同在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一起来念 来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一起来念 来 岂不知你们的 生子就是 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罗马书八章九节说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各位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圣灵 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 基督受洗归庸主的名字 圣灵告诉我们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 里面 如果我们不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不是什么 属基督 各位 你确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吗 你有经历到圣灵 孤单的时候 你孤单的时候 你难过的时候 圣灵陪伴你吗 做牧师有一个 比较不幸的地方 是什么你知道吗 有一些事情 他不知道跟谁讲 牧师也是人你知道吗 牧师也会难过的时候 也会悲伤的时候 也会孤单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最不好跟弟兄姐妹说 对不起牧师今天很暖弱 很孤单 你知道关心牧师 难过的时候跟谁讲 第一个跟谁讲你知道吗 就是找这里 有时候都不能跟师母讲 你知道吗 都不敢跟师母讲 就跟谁 跟谁讲你知道吗 跟圣灵讲 有时候 真的各位 各位 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跟我的师母讲 会跟我的父母分享 也会跟一些牧者分享 我会跟他讲 我请你帮助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不一定随时随处 找到他们 你知道吗 但是我知道 有一位圣灵随时随处 我随时随处 可以找到 随时随处 可以跟他讲 随时随处 他可以陪伴我 帮助我 这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圣灵 不仅住在我们里面 他还怎么样 与我们有亲密的交通 菲律比书二章 一节一起来念 来 所以在基督里 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交通这个字 英文里面翻译是什么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有互动 有美好的互动 有Fellowship 各位 圣灵不仅住在我们里面 陪伴我们 他还会怎么样 他会跟我们互动 圣灵告诉我们说 哥林多后书 十三章十十节 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 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 感动 所以圣灵会怎么样 会感动我们 罗马书八章十十节说 来 凡辈神的灵 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圣灵会怎么样 会引导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来 但保慧师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所以圣灵会怎么样 会指教我们 各位 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 什么事都不做的一位圣灵 他不仅陪伴我们 他还会 感动我们 会引导我们 会指教我们 会对我们 说话 就像我的师母 会天天对我说话一样 今天当时师母说 今天天下满凉 你还是多穿一件衣服去 师母对我说 不早了 你要早点快去 睡觉了 你要今天早上讲完以后 师母还给我来纠正我 你早上什么地方讲错了 舞台要讲得短一点 他会随时怎么样 提醒我 各位 你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里面 他不是一个哑巴圣灵 不说话的圣灵 他是一个会随时提醒你 帮助你 只教你 教你做对的事 教你不要做错的事的 圣灵 你有经历到吗 好 第四 还有圣灵很重要的 圣灵帮助我们什么 圣灵帮助我们读经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来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 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以随师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 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 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我们在圣经是神话 还是神的话的 那边我们讲过 圣经的作者是谁 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 神感动历史历代的 这些摩西亚彼得 写下神的话 所以真正的作者是 圣灵 圣经是神所吹气所莫视的 但是圣经的作者 他不仅对作者 那些写的人吹气 也对我们今天读的人 吹气 让我们可以明白 明白神的话 能够知道神的话 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一起来念 来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 明白 进入一切的 真理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明白你们 引导你们 明白 进入一切的 真理 各位 有多少人你觉得 我常常读圣经读不懂 有没有 你知道我以前 一读圣经就 就要睡觉 圣经是最好的 最最美的一本书 读不懂嘛 但是当我真的蒙文得救以后 读圣经成为我生命中 最喜乐的 一件事情 我今天读圣经会不会读不懂 会不会 会 我告诉你 我今天读圣经也会读不懂 但是你知道我读不懂 以前我读不懂的圣经 常常做什么你知道吗 上问Google 不 我现在又来学会一件事情 读不懂 问谁 问圣灵 因为它随时就在我里面 各位 今天你们读圣经读不懂 你们问谁 你们想第一个想到 来问关心牧师 不 各位 你一定要问 圣灵 我常常 我常常 我读这段事情 我读不懂 这段事情在讲什么 很奇妙 突然就会有一个念头 在我头上里面 闪进来 有一段经文在我里面 神会让我去看 去看一本书 就提醒我去看一本书 看一段经文 我就豁蓝开了 提摩台后书 一章四十节 一起来念 来 从前所交托你们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守着 今天我们可以持守神的话 可以活出神的话 都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不仅帮助我们 读经还帮助我们 另外一件事 圣灵帮助我们什么 祷告 一起来念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来 幻且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 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犹大书二十章 一章二十节来念 来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 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以佛所书六章十八节 来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圣灵来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祷告 各位 以前 我是一个很不爱祷告的人 很怕祷告的人 特别在公开场合 一说叫你祷告 我就哎呀糟糕 要写上稿子 才能够祷告 对不对 祷告完一段以后 叫我再祷告一次 没话讲了 因为那是我头脑里面 想出来的话 但是我越来越明白 什么叫做 所以我的祷告叫做 很干 很dry 但是我真的明白说 当我知道 圣灵住在我里面 我真的怎么样去 敏锐圣灵对我的感动 祂会感动我 这件事情祷告 祂会感动我 那件事情祷告 我顺着那个感动 祷告的时候 我的祷告变得很干 是甘甜的干 很sweet 很喜乐 很满足 我越祷告 我心里的重担 我心里的重担 就会掉落 越来越高 我心里的重担 就会掉落 就会掉落 所以圣灵是来帮助我们 祷告的 好 还有来 再来 圣灵帮助我们 敬拜 一起来念 菲利比书三章三节 来 因为 征受歌礼的 乃是我们这 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里夸口 不是靠 肉体的 各位 今天你来到这里敬拜 你是在 你是用什么来敬拜 今天很多人来教会 是来看 台上这个唱得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 不是各位 今天你来教会 你是来 敬拜神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拜祂的要用 心灵和诚实来 敬拜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今天很多人走到教会 我常常听到 一些新朋友来跟我讲 国庆部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九头教会 音乐一响起来 我就开始哭 为什么 圣灵的工作 今天你在这里敬拜 回去 心里头 在来的时候 很愁苦 重担来 你知道 我真的经过 两种的敬拜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 逼我去教会 你知道吧 我每次的 我去都不心不甘 起不愿 为什么别人都不要去 我要去教会 我每次都巴不得 赶快回去 回去的时候 都觉得 一整整个爪在那里 好像没有什么得着 就这样回去 为什么我的心会变成这样 但是 各位你知道吗 我也经历过 另外一种的敬拜 就是我来的时候 我带着很多的重担来 带着很多的愁苦来 他说我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东西都 都不见了 我一生情绪 里面很饱足 不想吃了一个什么地 很饱足地回去 我不知道你有经历过 这样的敬拜吗 大不得你来 第一期每一次的敬拜 都能够经历到 这样的敬拜 今天早晨 敬拜赞美团 带我们敬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 闭上眼睛 你有没有真的在那里 敬拜上帝 你在灵里面 真的有没有 被神安慰 被神摸到 那是圣灵的工作 将来我们 我们今天讲 像夏扎哥 有一个操练 叫做敬拜的操练 七月份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 敬拜的操练 去圣灵来帮助我们 什么 敬拜 还有圣灵帮助我们 胜过 胜过罪 罗马书八章二节 一起来练 来 因为是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示范了我 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律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 你们若 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就在圣经是什么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 保罗讲 他自己在世上 他说 我想行得善 却行不出来 我不想行得恶 我 却不得不去做 我真是什么 苦啊 今天各位 我们都很体会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发脾气的 我却 发脾气 我不应该看的东西 我却 看了 我应该要运动的 我却没有运动 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我真是苦啊 但是保罗说什么 靠着 靠着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可以 胜过了 因为 赐生命圣灵的利益 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 最合适的 利益了 今天我们真的经历到 许多的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里面 我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讲说 他抽烟抽了几十年了 信耶稣以后 就怎么样 戒掉了 有人以前骂三字经的 不骂三字经 不会说话的 信耶稣以后 他就 不说了 各位 我真的 我真的很知道 我过去 你们知道我过去常常要去喝酒 去酒吧喝酒 为什么 我压力大的时候 我就要去喝酒 让我可以 可以放松一下 我其实后来慢慢慢慢 有一些上瘾了 你知道吗 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去一次 你知道吗 但是感谢主 我来了美国以后 神完全地改变了我 我现在不许想去那些地方 相反 我经历到一件事情 我今天在主里面 在圣灵里面 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的 喜乐和满足 那种喜乐满足 不是那种喝酒 是唱卡拉OK 你给我带来的 那种 你知道 你知道常常去喝酒 我说你有没有那种去 喝酒 晚上半夜三更喝酒 唱卡拉OK 在酒 在里面很嗨 回家开车的路上 心里充满了 孤单寂寞 那是短暂的最终之乐 而圣灵带给我们的是 胜过罪的那个自由和喜乐 不犯罪的自由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可以得着 自由 你看你自己 是一个可以胜过自己 可以不受罪 匣治的人 各位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今天如果你知道 我是一个可以不受罪的匣治 我是一个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 今天圣灵来 就是要帮助我们 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 还有来 圣灵不仅帮助我们 脱离那些不好的罪的事情 圣灵还帮助我们 结出什么 圣灵的果子 加拿大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来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 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以佛所说三章十六节 求祂赞造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教你心灵的力量 干强起来 圣灵来是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有喜乐的人 在难受当中有盼望的人 在惧怕的时候 灵里面会干强的人 有和平 有忍耐 有恩慈 有良善 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把这些美好的品格 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这个人 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喜欢 仍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心温柔 解之这样的人吗 你喜欢交这样的朋友吗 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 成为这样的人 还有 圣灵来 圣灵来帮助我们 相爱和一起来念 来 以佛所说四章二到三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帮助我们 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会成为一个 与人相爱合一的一个人 今天不管在教会当中 在公司当中 在家里面 人跟人之间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矛盾 都会有摩擦 今天很多人 最大的痛苦 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但是圣灵来要帮助我们 可以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过去 我没有重生以前 跟太太吵架 永远都不会烂太太 我今天要烂了你 下次你就爬到我头上来了 还能烂你赢 是不是 那又搞又好玩了 现在我知道 宁可烂 太太赢不要烂 撒旦赢 没事 圣灵对我听信 我说 你要跟太太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其实说对不起 我错了 没有那么难 太太马上就原谅你了 马上家里就 风平安静了 就风和日丽了 好不好 冷战 冷战了 好几天 饭也吃不好 觉也睡不好 有意思吗 是不是 圣灵就提醒你 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 竭力保守我们 弟兄姐妹中间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竭力保守我们 何而为一的心 还有 圣灵 圣灵不仅帮助我们 读经祷告 圣灵不仅帮助我们 胜过罪 结出圣灵的果子 相爱和 圣灵还赐给我们什么 能力 跟我说圣灵还赐给我们 能力赐给我们 各样的人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十二三七到十一节 来 这人蒙圣灵赐他 智慧的言语 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信心 还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人 行一人 又叫一人人 做先知 又叫一人人 辨别助灵 又叫一人人 说翻言 又叫一人人 翻翻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 圣灵所运行 谁己意 分给 各人的 这些这里讲到很多 超自然的 能力 所有今天灵界里面 都有超自然的能力 邪灵 上一个人生 他也会有超自然的能力 而圣灵今天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会得到超自然的 能力 而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 是从圣灵来的 我们可以医病 可以肝鬼 分主的名肝鬼 可以医病 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还有 好 来 好 圣灵帮助我们 传福音来 一起来 十路行传一章八节 来 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 来 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看到没有 这里讲到 今天我们可以向人传福音 保罗说我向人传福音 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 传福音不是把人家变赢的 你知道吗 你有今天过跟人家 辩论福音吗 我以前刚刚不懂的时候 以为跟人家辩论福音 可以把人家辩论赢 最后辩论到 大家拍桌子 一拍两散了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是用智慧温柔的言语 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 让人可以从心里头 承认自己是罪人 相信耶稣是神 接受耶稣 各位 今天很多人跟我说 我很想跟家里人传福音 不知道怎么传 我很想跟那个传福音 不知道怎么传 谁是你传福音最好的伴助者 圣灵 你要祷告 圣灵先来感动他 预备他的心 所以传福音就是 靠着圣灵的大能 主动传讲耶稣 并将结果 交托给神 圣灵帮助我们传福音 还有 来 最后 十路径传十三章二节 他们侍奉主 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 去做 我招他们所做的 这里讲到说 在安提亚教会的时候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圣灵对他们说 要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什么 去做宣道的工作 好 十路径传二十三二十八节 来 圣灵 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 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缩 买来的 这里讲到说 神呼召一群人 圣灵呼召一群人 来做什么 做牧养的工作 各位 今天我们的小家长们 我们的实习区长 区长 区牧们 你们 做这份牧养的职份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圣灵来的 圣灵呼召你们 感动你们 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圣灵也呼召 拆派我们 参与在不同的服事里面 各位 如果你去读这本圣经 这里讲到说 圣灵的最主要的 十二项的工作 圣灵在这十二个方面来 帮助我们 祂重生使我们成为 神的儿女 你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吗 你有经历圣灵的重生 使你成为神的儿女 有吗 你有经历过圣灵 住在你们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随时随处地陪伴你 在你孤独 安慰无助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说话的 祂陪伴你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圣灵在里面 提醒你 这个事情要做 禁止你 那个事情不要做 你有经历过吗 祂在里面 跟你亲密的交通 你有经历过 你读圣经读不懂 但是圣灵突然感动你 你一下子豁蓝开蓝 体无关顶 哇 原来是这样子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 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祷告很干涂 但是圣灵帮助你祷告 你经历到你 所求所教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 圣灵帮助你敬拜 让你在敬拜当中 享受神的同在 身心灵喜乐 满足地回去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圣灵帮助你 胜过你一切的罪 那些缠了你很久的罪 你真的胜过了 你有帮助 经历过圣灵 在你生命中 让你结出 人爱喜乐和平 人爱恩赐良善 信实温柔 结束的果子吗 在患难中 让你朋友 有胖观的一个人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圣灵 让你跟你身边的人 越来越相爱 越来越合一 你越来越不容易发脾气 越来越不容易受伤 你有经历过吗 你有经历过圣灵 给你的恩赐 过去 你不会做 我过去很怕讲道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圣灵 因为我依靠圣灵 神让我越来越知道 怎么样传讲神的话 你有经历过圣灵 帮助你传分 你能归主 你有经历过圣灵 呼召你 给你能力 让你可以做各样的服事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灵要怎么样子来 怎么样 帮助我们的 关键是 你有真的经历到吗 今天是五旬节 是圣灵降临节 纪念圣灵 在我们两千年前 为我们降临的日子 各位 五旬节不仅仅是 纪念圣灵为我们降临 每一年的五旬节 我常常讲 每一年的五旬节 你一定要跟圣灵的关系 更加的亲密 学生传道会的 创办人 白礼德博士 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的一生 只有一次 跟一个非基督徒在一起 我一定会跟他讲 耶稣 我希望他可以认识耶稣 可以蒙恩得救 不致命啊 反得永生 他说 如果我有一生 只有一次机会 跟一个非基督徒在一起 我一定会跟他讲 圣灵 让他因为认识圣灵 可以从被圣灵管理 从圣灵得利 可以活出一个真正 上帝要基督徒 活出的那样一个 荣耀蒙福得胜的生活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篇信息 就是再一次 跟大家各位说 我们有一位 宝灰师 就是三位一体的 第三位圣灵 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你真的跟他有关系吗 你真的经历到他 随时随时带给你的帮助吗 未来的圣灵 你愿意跟他建立 更亲密的关系吗 你愿意吗 你可慕圣灵吗 你可慕圣灵 你可慕圣灵来认识他吗 好不好 我请大家起立 我要请大家起立 各位一定要记住 五旬节不仅是 纪念圣灵的降临 更是提升 我们与圣灵的关系 让我们的灵密 经历更新 我要请各位一起来 跟我念这一段的经文 最后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一段的主题经文 我要请你们 把你们的手拿出来 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当念这段经文 把你们换成 把你们换成什么 我们各位 圣灵不是我的圣灵 圣灵是你的圣灵 祂是跟你有个人关系的 那个圣灵 阿们 所以我们讲天来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 我们一位保护一师 叫祂永远与我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我们却认识祂 因祂常与我们同在 也要在我们里面 各位 世人不认识圣灵 因为不见祂 但是我们却认识祂 因祂常与我们同在 也要在我们的里面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再次对来到这个世界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说 圣灵谢谢你来 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 我来的日子里面 求你更多的 来充满我 来管理我 来向我显为真实 让我对你的认识 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我生命中 最真实的一个经历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来 来 在回憶你的愛 放下恐懼 我卻仍相赴於你 我卻仍相赴於你 祝我可慕你同在 祝我可慕你同在 盼望生理使我更加靠近 生命或選擁有進入我心 祝我可慕你同在 盼望生理使我更加靠近 生命或選擁有進入我心 當我敬拜你 祝我可慕你同在 祝我可慕你同在 盼望生理使我更加靠近 生命或選擁有進入我心 生命或選擁有進入我心 盼望生理使我更加靠近 生命或選擁有進入我心 當我敬拜你 祝兄姐妹們 我不知道你今天 跟聖靈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今天在你 聖靈在你生命中是不是真實 但是不管 不管你今天 聖靈在你生命中怎麼樣 從今天開始 你可以跟聖靈建立更 真實而且親密的關係 因為聖靈願意 祂從天上來 住在我們裡面 就是要跟我們 建立這樣的關係 所以今天無論你過去不認識他也好 過去你忽略他也好 過去你認識他也好 你都會跟聖靈說 聖靈啊我可慕你 我可慕在未來日子裡面 更認識你 更多的經歷你 來經歷你 叫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行 叫我生命中經歷你 聖靈帶給我那個改變 帶給我那個能力 好不好 一起喊三聲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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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神獻上我們的禱告 來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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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謝謝你把你自己的話語解開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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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看到你何等的愛我們 祝啊師下聖靈寶灰師來到這個世界上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軟弱 你知道我們的需要 所以你之下寶灰師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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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我們隨時隨處的幫助 在隨時上幫助我們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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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圣灵啊 我们渴慕你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需要你 求你在我们的未来日子里面 一天一天的 不断地向我们说话 更多地来引导我们 来指引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 显微真实 我们软弱的地方 你帮助我们 我们忧伤的时候 你安慰我们 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 你干强我们 让我们在圣灵里面 真实经历你的工作 门徒们 处在教会的那些门徒们 怎么样在五旬节 因着圣灵的降临 因着被圣灵出满 他们完全改变 成为不一样的人 主啊圣灵啊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改变 主啊你不偏待人 你怎么样 坐在门徒们的身上 今天你一样 坐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主耶稣 但愿你从我们的身上 要找最大的荣耀 分出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身上 仿佛神灵 使我们更加靠近 神灵过前 拥有记录我心 让我记得爱你 圣灵我知道 我们的祷告你听见了 你喜悦 我知道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会不一样 让我们真的敏锐圣灵的声音 顺服圣灵的引导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会因此一天一天的不一样 分出我们的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下面是第一期大家庭时间 一起来看本周的